我現在非常餓 它是先炸然後再去烤 不喜歡吃蔥 不喜歡吃肉捲 不喜歡吃蔥肉捲 在炭烤雞排 不要跟我說你不喜歡吃 老闆也非常可愛 他有貼一些他為什麼會脾氣不好的招牌在上面 比方說烤肉是要時間烤的 如果要吃生的可以馬上給你 就是那種 焦脆焦脆 你是大雞屁股對不對 對 欸你們說這個什麼是阿豬阿嬤 - 嘿大家我是阿咖小柔 - 霧桑哥 當你空虛寂寞覺得冷 - 臺式炭烤 絕對會是你好朋友中的好朋友 你買了幾串臺式炭烤 搭配你喜歡喝的可樂汽水 或是啤酒 選好一個你想看喜歡看的影集 一個晚上就這樣輕輕鬆鬆把它消滅掉 你說是不是一個非常棒的行程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程 就是桃園區的台式炭烤王者大對決 - 今天會由我介紹一家 還有沈哥介紹一家給大家 我的可是口袋名單中的口袋名 - 我告訴你 我的也是從小吃到大的一家超經典的台式炭烤烤肉店 -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吃貨其旅 - 馬上出發 - 準備出發 - 帥的 - 吃貨 - 今天要帶給我們大家的是一家 在桃園後站 阿豬炭烤 聽說也是超級經典 而且老闆娘的脾氣不是很好 必須要照著老闆娘的規矩來 不要吹老闆娘 對不對 待會我們會特別拍一下 老闆娘也非常可愛 她有貼一些她為什麼會脾氣不好的一些招牌在上面 比方說烤肉是要時間烤的 如果要是真的可以馬上給你 所以這種很可愛的標語 各位我們現在過這個橋應該就是要到了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桃園的朋友的話 看這邊一定要先給我們一個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幫大家找到了一個這麼近 又這麼經典這麼好吃的 台式燒烤 這邊是不是 阿豬炭烤阿豬炭烤 該不會她今天沒開吧 怎麼回事 沒有開 228 廣九 阿豬去玩了 阿豬你在哪 沒關係 我們總是要知道她 現在知道她在這裡了 她躲不掉了 我們 擇日在戰 阿豬給我慶祝阿豬 阿豬阿姨 我就不安心 到時候你看到老闆娘 你敢跟她講這些 沒關係啦 沈哥 這邊還有一個經典的南平探考 這家店只要是在藝文特區的朋友 絕對不可能不知道這家台式探考店 你只要是重要的一些耍廢節日 這家南平探考絕對是賣到爆的 像這種廉價 怎麼可能會吃不到呢 各位 我們的南平探考要到了 各位各位 為什麼暗暗的 阿南平探考 每 欸有開有開 南平探考有開 我們停在停車口 每次都紅線耶 大家都直接這樣 尬在這停 嘿各位 南平探考 呵呵呵 讚探文明探考 我跟大家講啊 這個就是要拿這個盆子 然後夾 就要猛夾 欸它有超滿耶 這樣子很滿 就是讓你 生意多好 夾不完 一直夾 夾不完 一直夾 V點是什麼 我最喜歡它的那個蔥豬串 就是豬肉片包蔥 還有它的炭烤雞排 絕對是經典中的雞排 來探考這一定要點的就是 米血跟甜不辣 米血跟甜不辣 甜不辣就是 看第一家好不好吃要關鍵 我們東西要點的差不多啦 好不好 這樣子比較公平一點 OK 那你看我說經典的嘛 這個 豬肉串 然後 豆干是不是也不錯 豆干不錯 雞心要不要 好 我現在非常餓 對不對 甜不辣 嗚嗚嗚嗚嗚嗚 香菇 這個也是很經典的 你有聽到老闆娘說蟲嗎 我沒有聽到老闆娘說蟲 要等四十幾分 完了 完了 那我們就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let's go 裡面超多烤台的 好期待喔 其實通常我都還會再點一些蔬菜 玉米筍啊 或者是四季豆 花椰菜 經典 今天就把我們的預算給吃完吧 因為我們今天只吃到一家 新家裡是經典啦 欸 米腸 漏了 米腸我們直接給它吃 畢竟 今天是你帶我吃這一餐的 我跟你說喔 這個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四季豆啦 這個不知道玉米椒啊 哇它很專業 它還有那麼叫好氣耶 加辣嗎 欸小辣 然後我要再一份那個花椰菜 還有雞排 都烤的 四五百七十二號 好啦 接下來的四十分鐘 我們就 我們可以去買喝的啊 買個喝的 好啦那現在大哥的分農 好奇怪 成年老館啊 我的天啊 我現在來到工作室了 大家看一下 我們把竹籤全部拔起來 今天我們吃貨其旅 有一個新的夥伴 我要肯尼 快點把你的手露出來給大家 不是他整個人都入鏡了 肯尼還來吃飯 我個人最喜歡這個 豬肉蔥捲 它是先炸然後再去烤 我點配這個剛好 這家奶茶 沈哥推薦 那是我的愛 這個超好喝 吃這個炭烤 你就是要把竹籤全部拔下來 然後弄在一盤 亂七八糟的 然後大家這樣子下來夾去 喝一些飲料 講一些幹話 欸對你會夾 他夾這個是炭烤雞排給大家看看 他在搶我工作了完了 完了 有有有有直播耶 有 他只差沒塗吃下去 沈哥你要哪一個 我想要吃豆干 這個嘛對不對 對 他豆干真的是經典 因為他把它切開 然後他的醬會直接溢進去 豆干炸過不是會有 表面會有那種像泡泡一樣的嗎 然後他就 進到那個醬汁裡面去 比較屌的是他的醬耶 他醬超好吃對不對 對他的醬很不一樣 加辣剛好 對 超好吃的 缺點就是 他每次去都要等40分鐘以上 對 之前我們跨年要去買 你知道等多久嗎 等3小時 老闆直接跟你嗆什麼 我們8點他說 欸要等到11點 可以啦 11點剛好差不多要跨年了 對啊老師 你那時候第一個說他不要耶 我個人覺得 機心如果你們敢吃的話 還有香菇也是很猛的 你看他香菇 原本是這麼大一朵 烤到剩下這個 欸香菇四個 如果你們敢吃我們一人一個 你看他香菇已經烤到整個黑掉了 乾杯 乾杯 香菇已經吸他一個汁 重點是呢 這家我最推薦大家必點的 就是他的炭烤雞排 對 雞排超級好吃 炭烤雞排跟豆干 絕對是必點 我覺得最主要是他的醬 他的醬真的加很多分 有些醬會烤不進去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應該是因為他有畫那個刀吧 刀 他每一個都畫 像這個米腸也是 米腸是T-Rex他最愛的啊 剩下你的大小 你們剛剛吃了 你們最喜歡呢 我喜歡雞排 我也喜歡 最喜歡利益的雞排 我這個豆干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你們一定要點 那我們要到一個重要時刻 這家南平炭烤 你們給幾條輪胎 我們這樣順過去 五條輪胎 我最愛 Grabber 我今天給我買尚鱗鱗 你有沒有PK嗎 你有沒有PK嗎 阿哥是用這種賄賂 你趕快直接平了 那我覺得這家大概 差不多4.5條輪胎 他每次都 就是 被水煸的 會被逼破 你自己平 你先來 你平不公平啊 至少扣一顆 沒有啦 我沒有扣一顆 4.5條輪胎 因為我還沒吃我的阿豬探考 不然你先平 南平探考 幾條輪胎 4.2 4.2 沒有沒有2 5.5 5 4.5 4.5 好賺 算滿高分的 OK 今天要來我們的阿豬探考二戰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的時候呢 阿豬探考完全沒有開 聽來沒開 一片漆黑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廉價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阿豬阿姨去過228廉價 上一次大家試過南平探考之後呢 真的是戰不絕口 今天換沈哥的看一下 期待我的阿豬探考 好 沒問題 我們今天好好地體驗一下 阿豬探考到底台式探考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帥子 我們動作必須快一點 因為阿豬探考呢 他只開到11點 好像禮拜五禮拜六開到11點 這個就是重機停車格啊 真的耶 阿豬探考旁邊這個就有重機停車格 攀車車位 加長車位 重機車位 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乘租的啦 不過OK啊 這邊應該都可以停進去 他對面因為是後火車站的關係 所以應該全部都停車場 這片都是停車場 反正如果你是騎小車來 這邊很多小車的那個停車格 對 如果你是開車來那更不用擔心 這邊全部都是汽車停車格 各位 有人來看一下 對嗎 這個就是要亮嗎 他真的是只開1234 不是 只開56日 我跟你們說喔 省哥就是這樣 他只要差不多可以吃東西的時候 他就開始ㄎㄧㄤ了 而且你不覺得我們進來太很酷嗎 他是開在停車場裡面耶 阿豬探考他有個神秘的違和感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很酷的啊 什麼文化藝術基金會啊 工業風的這種 對很多 咖啡店撿餐店啊等等這些 結果一台餐車在這 而且我今天還帶大家看一下 上次在網路上大家看到的說 阿豬脾氣不太好 這太帥了 我們是有打電話先來訂對不對 沒錯 我很專業 省哥那你去 好 所以這是今天 百娘幫我們準備的 因為我們這次呢 是跟藝文特區的另外一家參考店 來做一個比拼 然後他選一家我選一家 但我今天看到這個擺盤 好像就有一點銀的感覺 而且開在這麼隱密的地方耶 在這種貨櫃屋裡面感覺就很特別 而且剛才姐姐還說 還好我們現在這個時間來 我們如果早一點的話 我們要等一個多小時 對通常客人都是要等一個多小時 但不一定要看日期 這兩個禮拜就人很多 可能連假之後對不對 大家就 大家要上班壓力很大 對 報復性的來吃一頓 對 太憂慮了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就是很漂亮耶 感覺每個都烤的就是有一點 焦香焦香的那種感覺 看起來就很厲害吧 網路上都流傳 老闆娘很兇 所以我們來 還有貼那個招牌啊 超可愛的 烤東西要時間 不然你可以帶生的回家 就是因為生意太好 所以才要等啊 對 真的 烤也要時間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來 嚐一下 我想要先第一個試吃的是那個 蔥肉捲 蔥肉捲是 板娘最推的是不是 掏客的眼光就是不一樣 欸神哥我覺得 我覺得板娘眼都不兇啊 你們這些人 眼睛到底哪裡有問題 說什麼阿豬阿嬤 板娘 看一下那個漂亮的眼睛 你們到底板娘眼睛多漂亮 真的 我剛才坐在旁邊都有點害羞 這個看到沒有 蔥肉捲真的是我最愛吃 你的最愛對不對 你到哪裡都要點蔥肉捲 嗯 薄的肉 各位他把薄的肉已經烤到 就是那種焦脆焦脆 他這個口感吃下去就是 香香辣辣 肉捲吃到卡拉卡的聲音 而且他的那個大小 剛好一口就塞進去 對 我覺得這是非常貼心 像那個 我個人非常害怕就是 燒烤店的米腸 直接給你一整隻的 因為這樣很尷尬 大家一起分食 一起吃的時候 嗯 你要怎麼切啊 你只能這樣咬一口 欸有沒有要吃 沒有要吃 那這一隻我吃囉 就會變成這樣子 坐在這個過龜屋裡面吃 很有feel欸 你不覺得 我現在就是 你看這個 那個超好吃的喔 雞排 你吃吃看 炭烤雞排 各位 不要說你點炭烤 最必要點的 就是我們現在吃的這幾樣 其中一樣就是 炭烤雞排 你可以不喜歡吃蔥 不喜歡吃肉捲 不喜歡吃蔥肉捲 但炭烤雞排 不要跟我說你不喜歡吃 那你真的很去 真的 皮是脆欸 好脆喔 有些那個炭烤它不是 沾那個薑會變濕濕的嗎 我超怕那一種 濕的 對 反正我幫我們加那個微辣 好 講到這個 不是要先打電話嗎 嗯先打電話 他們其實可以用LINE 就是跟伯娘聯繫 然後結果因為 他們人態都很加不進去對不對 對 他直接好有達到那個上限 你們加LINE可以比較好聯繫 後來我就用打電話了 我差不多四點就打來了 然後我就跟老闆說 我是沈哥 對 沒有 老闆說沈哥是誰 哪位 那個老闆娘我就點完之後 然後伯娘就問我說 你要加辣嗎 然後我就跟伯娘說 加LINE嗎 我剛才有加他 可是你們生意太好了 人家是問你要不要加辣 你在那邊 欸這是大雞心嗎 還是小雞心 我發現 大雞心 他有分大雞心跟小雞心對不對 沒錯 雞皮股好像有分 對對對 雞有比較胖的啊 花椰菜好好吃喔 已經炸過 然後花椰菜炸過之後 不是會酥酥的嗎 然後他把那個醬泡進去 就很像面移 炸的面移去吸那個醬汁 你跟我講 有點像這樣 花椰菜好入味 燒烤店 厲不厲害 烤豆干決勝負 因為豆干你這種最簡單的東西 其實都是最難的 你不覺得嗎 對 很多事情都是 豆干乾杯 可以 贏了贏了贏了 雖然我是主推南平探考 但是我說真的 這個空間吃這樣子的東西 搭配這樣冰冰涼涼的 不然是啤酒還是飲料 旁邊他還有賣紅酒耶 狂了吧 這個炸豆腐看起來就很好吃 這是招牌中的招牌 豆腐剛炸好的時候 沾五味醬 海鮮的五味醬 這樣給它沾下去 有蒜味的那種吃下去 哇 真的很舒服 但是你沒有辦法出去約會就對了 你的對象中 不好意思 去約會你真的是要離人家 站遠一點 不然就很難 來 乾 這個是什麼 手工炸豆腐 沒錯 手工炸豆腐 我覺得真的太好吃了 好好吃喔 炸豆腐是我現在吃的 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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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刀帶 謝謝 都可以 先炸的嗎 先炸的這個是 豆皮嗎 對 豆皮 好酥脆的聲音喔 神科你有聽到嗎 我剛才插下去有一個 有 對不對 直接乾 好香喔 你聽到聲音 好好吃喔 好燙喔 這大雞屁股對不對 對 好巨大 這根本就是火雞的耶 看一下看一下 好燙喔 不過說真的 烤雞屁股或炸雞屁股 不是每個人都敢吃的 我現在來幫大家試試看 到底 Fueling是什麼 他急嘴骨 我咬不到 太大隻了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神科你那邊 缺電請插我 阿豬 應該是一個 有趣的人 其實很多認真的人 他是工作的時候 真的就會很嚴肅 對 他平常私底下他是 很親切 很隨性 很OK的人 我們剛進來說 那些阿姨他們 都笑嘻嘻的耶 對不對 我以為是我的 潘身的臉龐 我跟你講 我一直都是很公正的人 不像有些人會用飲料 去賄賂怎麼辦啊 像這個 我自己 我自己 吃起來 說真的 我想要給他六條輪胎 但是我們的規定 我們的規定就是只能五條 所以他就是直接就是 滿分 我真的是摸著兩下獎 謝謝 他是有那種 有那種 有那種 讓你覺得 必須要六條輪胎 但是你 你就是 滿分就是五條 是不是可以五六日放假 都狂來吃的那一樓 我不確定大家會不會吃 連吃這樣會不會吃到膩 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非常舒壓的食物 目前我吃過最厲害的 還是炭烤 然後老闆還有貼自拍照在牆上 欸你們說這個什麼是阿豬阿嬤 你們真的眼睛 所以呢 我們現在吃完了南平炭烤 也吃完了阿豬炭烤 就回到開頭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我講的那句話 當你空虛寂寞 覺得冷 台詩探烤 絕對會是你的 最佳朋友 我們推薦的這兩架 其實都是非常強的 台詩探烤 說真的阿豬探烤 是沈哥推的 我必須還是要說一聲 我覺得 甘拜下風 甘拜下風 阿豬探烤真的是 讓我覺得 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的 這就是今天 幫大家帶來的 台詩探烤 大PK 這也是肉腳愛騎車 這個是我們的吃貨騎旅單元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肉 他是沈哥 吃貨騎旅 我們下次見啦 帥的